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说起西洋乐器,大家肯定会想起钢琴和小提琴 而说起中国的本土乐器呢,必定是少不了二胡与索纳 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个中西方乐器大混战的故事,闪光少女 女主陈青是个学洋琴的高二学生,她暗恋着钢琴专业的王文 而他们专业一直有个传统,就是把两个专业用铁栅栏隔开 学西洋乐的嫌弃学民乐的土,学民乐的嫌弃学西洋乐的妆 王文自然也在其列,甚至多次嘲讽,陈青的洋琴根本算不上乐器 陈青大受打击,痛下决心要让王文改变对民乐的看法 他和一只默默喜欢自己的男闺蜜尤叉,决定广纳闲市组建一个民乐乐队 可是没有人对民乐乐队感兴趣,在经过多方考察之后 他们找到了一个以小埋为首的民乐专业宿舍 这个宿舍的人全部都是二次元爱好者 陈青大出血,答应每周给他们买一个手办,这才拉拢他们进乐队 六个人组成了2.54元乐队 但问题是,学校不愿意把排练厅借给他们用 在油渣的真诚沟通下,排练厅的首门大爷答应 只要他们给自己伴奏,就在晚上所有人走后给他们一小时来排练 很快新问题又来了,能让他们合奏的传统民乐曲太少了 油渣偶然发现,小埋就是某二次元大战的民乐大神千纸大人 这位他们的民乐乐队之路提供了新出路 但陈青对二次元一笑不通,为了和大家更好的融入 他开始恶补各种漫画,努力学习各种民乐史跟上大家的步伐 脱了千纸大人的福,陈青他们跟着乐队去了一个漫展 见识了什么叫做二次元与三次元的结合 还用一曲《权遇天下》让观众见识到民乐的风采 他们演奏的视频被传到网站上引起大爆 人们开始了解到,原来民乐乐器不只可以弹奏传统乐曲 陈青看到了希望,打算乘胜追击 他要告诉王文这才是民乐的真谛 他摆上爱心蜡烛,当众向王文表白 结果被王文当众羞辱 陈青心灰意冷之下决定解散乐队 而游渣家里准备让他出国 小埋爸妈也对女儿喜欢二次元有意见 高考在即,所有人都因对喜爱的东西的坚持而陷入迷茫 他们的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陈青告诉妈妈自己不想学杨琴了 妈妈说是杨琴带他来到了世界 所以是他自己选择的杨琴 他决定继续谈杨琴,要让明月发扬光大 而这时,学校准备让西洋乐的同学参加大会堂的演出 而明月因为普及度太低 学校打算取消下届明月专业的招生 小埋站起来反对 明月学的同学也全部站起来 决定组成乐队代表学校去参加大会堂的演奏 西洋乐的同学嘲笑明月不自量力 于是明月同学向西洋乐同学下了一通战书 如果他们赢了就给他们上台的机会 在领导来学校视察的时候 两个专业隔着铁栅栏开始斗琴 双方不相上下使均力敌 直到所纳出来的时候 其他所有乐器仿佛失去了声音 显然明月在这场比赛中取得了大胜 领导大家赞赏 让校长拆掉了明月和西洋乐中间的铁栅栏 明月也获得了上台表演的机会 可是他们编的曲子里缺少了编钟 恰巧排练厅的守门大也收藏了一套20年前的编钟 他们还利用签纸大人的网络影响力 告诉观众他们要去演出的消息 演出当天很多cosplay的年轻人走进了音乐厅 而明月乐队如愿以偿地站在了演出台上 向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展示了属于明月的魅力 先指大人的粉丝现场为他们打call 气氛燃到爆炸观众满堂喝彩 而他们的爸妈在电视机面前 也看到了闪着光的孩子们 梦想在徐徐进行 可是游渣很快就要出国了 走之前游渣跟陈晶表白 他们约定好不管相隔多远 都会一起朝着梦想前进 这部电影将音乐梦想挥洒到底 同时也展现音乐之间的交流融合 作为音乐电影 这部电影的插曲都很值得一听 而除了逗情的片段 游渣在片中的这番话也让人叫好 我问你知道什么是杨青吗 杨青 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与钢琴同组 T价钢琴发明于709年德国 可杨青到今天呢 已经在中国存在四百多年了 四百多年 你别这么想不起它 等你们出国了 难道不想告诉外国人 我们自己音乐超厉害的 来你们这儿 全你们的音乐只是因为喜欢 这样告诉他们 不管哪行哪业 希望我们每个年轻人 都能以祖国为骄傲 也希望我们每个年轻人 都是追梦少年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